後來新聞收視頻 來看這天氣又要開始來翻臉 不過中國六甲町的氣溫 所以是很溫暖 六甲町長吳靜岸 以及新台灣合併基金會 黨署長吳寬民生死 關心町上瀏石家庭 連續第三年 關鍵575萬 給六町町工作 歡迎給町來1,150號瀏石家庭 一號共有5千塊的尾門金 六町町長吳靜岸 跟瀏石家庭 作為發送為問金 冬天裡面 這天也沒有用在分散紅包 這一包紅包有5千塊 是企業到國防民生死 第三年關鍵575萬 給六町的中介收入 和平原購民眾 希望他們可以過好年 新合併基金會的國防民生死 發放我們一間中低層 和一間邊緣府 總共有1,150號的金額 五百七十五萬 發放我們很健康人 那不但是這樣 我們國防民生死 我們每一年 還有一個超三八萬的 極難救助金 要來讓我們六町有需要 極難救助的人 還有就是 他發放差不多 一百萬 要讓我們一間國中 要先教學子 親含家庭 只要有需要 我們可以來申請 這一年最多可以補助到三萬塊 所以我在這裡特別感謝 我們國防民生死 對我們六町很辛苦人的照顧 在過年之前 將暖暖送到鄉親手中 只希望每次委員在六町的民眾 都會表現暖暖的過年 謝謝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夫婦結帳 你爸爸媽媽呢 在家 在家 好 謝謝 謝謝 你送到你家的這麼多 好 好 謝謝 謝謝 你六町 好好結帳 謝謝 謝謝 六町店長很親愛 也很感謝 高官民老生死 回到家鄉 也希望 就有這種 砲磚英雄的盛行意義 暖來更大的火箱 讓人家 處處有溫暖 夾夾和六甲過年 高中華新聞 林九英六町 蔡宏報道 請吧